那當然我們這個地方設計單就是一個是輸出公式 輸出完之後你可以看到這邊的公式 那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把這個範圍清掉 應該還記得吧 程式前面寫蠻多的 所以如果前面單如果練習過的話 我想這個你應該會寫了 然後輸出的話這個是結果 你會發現 如果把游標放在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這裡面呢 它不是 一個公式 而是最後輸出的結果 那怎麼樣去撰寫這樣的這個VBA按鈕啦 然後我想這個做按鈕其實 你要想說要怎麼去做啦 那程式當然有幾種方法可以完成 不外乎就是 不過我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那如果我不自己寫程式 可不可以自動變出我要的這個按鈕的程式 當然還有一個方法是可以的 怎麼做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聚集 有一個叫錄製聚集有沒有 還記得吧 我們在第一次上課有特別提到 其實呢 你如果 不太熟 或者是說你可能還不知道程式怎麼寫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把剛剛的動作怎麼樣 錄下來之後 有沒有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 那個結果 再執行一遍 OK 這個我想如果你忘記的話 可以把那個第一次上課那個如何錄製聚集的那個 影片再稍微看一下 那當然它有個優點呢 就是你不用寫 可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它比較沒有彈性 就是說呢 你寫完的那個程式 它雖然固然可以執行 可是呢 它有些地方 除非你會修改VBA程式 否則的話呢 有些地方還是必須 還是會有問題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VBA 這個 錄製聚集又像 你可以自己試試看嘛 像剛剛那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 假設你要錄那個聚集的話 我先把這個公式先複製一下 因為等一下可以貼的比較快 第一個當然你可以怎麼樣 郵標先放在旁邊這地方 然後錄製聚集 給它一個聚集名稱 也許叫做 叫月烤聚集好了 這個是額外補充的 你可以這邊 月烤 加個底線好了 月烤的聚集 按確定 那郵標呢 先點這邊 它會幫你錄一行 叫做Range的 這個儲存格叫i13-Slate Denslate這個動作 它就把郵標放在i13的儲存格裡面 做什麼呢 你就把公式給輸入上去 輸入上去之後的話打勾 那這個時候它會幫你再加一行 就是 把公式放在這個儲存勾裡面 那向下填滿 它就怎麼樣 自動幫你把填滿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把聚集給停下來了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在聚集裡面看到 已經有個月烤 聚集 月烤的這個 聚集出現了 你只要怎麼樣 清除掉了 假設你要執行有幾個方法 直接從這邊怎麼樣 按執行就可以 執行看看 他就幫你執行了 這個是完全沒寫程式 那不過呢 當然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裡面假設你將來要 去再重新 也許你資料有增加 或減少的話 那怎麼辦 你可能要去變 變動裡面的資料 可能要 把這個月烤的 這個聚集裡面 我喜歡把上面註解先拿掉 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sub 然後呢會有一個sub 名稱就在這裡 有沒有 再來的話就是他每一行 只要你做一個動作 比如說你第一個動作 是什麼呢 郵標放在 什麼呢 I13裡面 他就會寫這樣子 哪一個儲存格 點slate 是一個 方法 就是 郵標放進去 再來的話 第二行 第二個動作什麼呢 就是輸入公式 有沒有發現 他這邊前面會多一個叫 Active Sale Sale指的是儲存格 Active指的是 目前活動的那一個 那就是因為我有一個slate 有一個slate的動作對應的就是一個 會有一個 ActiveSale 因為只會有一個 他的formula 就是他的公式是什麼呢 然後就是後面這一串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不過 他的敘述方法有點怪怪的 什麼 R11 C -5 到R11 C-3 在到底什麼 R7 R7指的是列 C指的是藍 那後面的數字指的是相對位置 不過 再次聚集錄下 要是我用程式寫的 我不會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你光要算那個相對位置 你就算到頭快炸掉了 所以後面會有個R1 C1 我通常不會寫這麼麻煩 直接怎麼樣 就丟公式給他就好了嘛 就是我們之前寫的方法 那樣子我們比較容易理解 但是如果你寫成這樣 你光算那個位置 你就算到頭頭頭頭痛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什麼 Selection Selection指的是上面會有個選舉 的位置 他會自動產生一個 Selection的物件 Auto Fill指的是什麼 一個方法 顧名思義 自動幫我填滿的範圍 然後最後的話呢 他會自動產生一個範圍 再此類的 有沒有 他選舉範圍就是 從I13選到 I27 所以你會把每一行每一行 他會幫你把每個動作 每個動作 通通 都 給記錄下來了 當然 我前面講過啦 這個我習慣在上面再加個註解 每一個動作到底做什麼 你可以把它再加一個註解 這樣的話呢 幫助你將來回頭看這個程式 你比較看得懂 再來你要去修改程式呢 也比較好修改 另外你也可以把這個程式跟其他的程式把它拼湊在一起 那你就可以 產生一個連續的動作 OK 第一個 這個是 錄製劇 所以你會發現 他錄完之後會產生什麼 一個Module 2 因為我本來有一個Module 1 然後裡面會產生一個 Sub 底下的東西 OK 所以這些我想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啦 常常沒事錄下聚齊嘛 然後呢 步驟照我這樣 你多錄幾次之後你會發現 聚齊 不外乎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 所以等一下也許你可以再複習一下 錄製劇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不要用錄製劇 我要自己寫 要怎麼自己寫 按下這裡有沒有 他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公司丟進來 還記得吧 這個前面 第一個 1 插入什麼呢 插入一個 我們的那個 Visual Basic 我是插入一個模組1 Module 1 然後在這邊的話呢 先把字先放大 這字看起來太小了 拽寫風格 12號字 然後呢 在這邊的話呢 我先怎麼樣 先 這邊 這個是已經寫好了 4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呢 第13列 所以你可以這樣看 13列到最下面一列 13列到最下面一列的話 13 到 本來應該寫成什麼 本來應該寫成第27啦 不過呢 未來呢 這個範圍可能會增或減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寫成什麼呢 寫成range 就是用追蹤的 怎麼追蹤呢 從 A13 向下追蹤 A13 那怎麼向下追蹤 點end 先打個1 這個是一個屬性 前刮鬍之後 他會問你說 這個end是他的 一個範圍的 鏡頭 這個鏡頭是上下 前刮鬍就會上下左右 向下 告訴我向下之後呢 的那個列是哪一列 所以你就是 他會反彎一個屬性告訴你 OK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時候會自動追蹤 有點像Ctrl向下 追蹤到那個27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知道13列 到27列是一個範圍 那我要做什麼呢 幫我輸出一個結果到哪裡呢 到 這個I欄底下 OK那我怎麼寫呢 基本上就是寫sales I列的I欄 等於什麼呢 其實前面講過了 就是雙引號 那如果說你要輸出公式的話你就把什麼 剛剛這個公式 Ctrl C 取消一下 如果你沒取消的話你切不過去VBA 再把公式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 什麼呢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變成兩個 目前這個公式裡面剛好沒有雙引號 所以不需要 那另外有一個什麼 把第1號有沒有 通常是 第13 13 你會發現 開始的這個起始列 其實就是必須要把它改成I 那怎麼改改 xi呢 前面講過了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再移到中間 加個i 並且把這個我們 空白 再加 &前後加空白 那這個13也是一樣 所以前面的雙引號 後面的雙引號 Ctrl C 貼上那個13 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我们把这个地方再做执行的话 我先把它清除 清除的话其实底下 可以把这个公式改一个叫月考清除好了 清除的话跟刚刚那个输出公式 最大的不一样 实际上就是后面那个双引号 那个清除的话 里面是空的就可以了 所以清除 我这边多一个清除 里面是空的 那这样的话月考清除 我把它先清掉一下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自动怎么样 包括把刚刚的这个公式 一个一个的丢到什么 某一个指定的储存格 一个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所以你会连续的看到的结果 就类似像这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丢进来的 就是我们刚刚的公式 它会自动怎么样 13NAS14 15一直类推 那这个是把公式丢到储存格的方式 那再来等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那如果今天我不要用什么公式 我希望能够在VBA里面先帮我计算完 再丢到储存格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请各位先续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刚刚我没有多补充了一个 如果你用录制聚齐的方式来做的话 你可以先录一个什么 月考聚齐吧 然后动作记得 先不要把游标放在I13那个储存格 因为那个动作可能需要录 如果你预先就已经放到里 你再点它不会录那一行 咱口 请不吝点赞网 马上 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